113. 經濟日報 軟件業 網絡時代要硬起來 2015年7月14日產經10黃陰本部記者黃陰在信息化時代 軟件雖然看不見摸不著 卻發揮著不可或決的重要作用 通過運用互聯網理念 軟件技術與工業技術開始實現融合發展 要讓電力驅動的機器變成軟件驅動的機器 讓製造向互聯網化、智能化、網絡化、服務化方向發展 形成製造業網絡化產業生態體系中央編辦 跟一公布了工信部的部分職責和機構調整 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把軟件服務業施改成信息化為軟件服務業施 我們的職責範圍變大了 工作重點將由軟件服務業拓展到兩化深度融合 信息安全等方面 為智能製造提供軟件支撐將是主要方向之一 工信部信息化為軟件服務業施司司長陳偉 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回答說 在日前舉辦的《2015推動軟件和訊息技術服務骨幹企業發展工作》 在座談會上 陳偉也表示 要發揮軟件的核心驅動作用 大力推進軟件技術與工業技術融合發展 推動智能製造 同時 加快突破一批核心技術 培育壯大一批骨幹企業 推動軟件產業由大變強 提升全行業支撐服務中國製造2025的能力 結合帶來神奇變化融合料移動互聯 大數據等數字技術 管理人員可以在千里之外實現對生產過程的監控和管理 上碼了數字控制系統 原來70分鐘的掃控機場加工準備時間被縮短到5分鐘 在瀋陽機場 記者看到了軟件與製造結合後帶來的神奇變化 無論是德國的工業四戰略 還是美國的工業互聯網概念 其本質都是利用大數據分析 運計算 物聯網等技術 將業務知識深度陷入軟件中 通過軟件再造業務流程 實現零件與機器的互相交流 中國製造也是一樣 要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為主線 推進智能製造發展 實現製造業由大變強 陳偉說 軟件服務業企業早已捕捉到智能製造的市場機會 中海創集團與振華重工合作 結合最新自動化和信息化技術 要共同構建全球最高水平的智慧港口 信息為一氣集團重揭策 經營到生產打造了一整套信息化體系 並提供數字化汽車解決方案 達榮數據副公司則為瀋陽機械製造廠 提供了數控機場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解決方案 實現全流程在線監管 公信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1至5月 我國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近1.6萬億元 同比增長17.1% 其中 信息技術服務收入佔全行業比重超過一半 陳偉表示 這說明軟件業服務化 網絡化趨勢明顯 智能製造也正是要讓電力驅動的機器變成軟件驅動的機器 讓製造向互聯網化、智能化、網絡化、服務化的方向發展 核心技術形代突破在日前舉行的2015中科儲光技術創新大會上 儲光總裁力軍隊外介紹數據中國的企業戰略 並宣布正打造數據平台 構建重高性能計算、服務器、存儲 新安全等覆蓋全流程的自主技術產品服務體系 向數據服務提供商轉變 陳偉坦然 中國原件業的基礎營發能力還較弱 尤其是實施操作系統、雲操作系統等核心技術薄約 國產營發設計工具、製造執行系統、工業控制系統、 大型管理軟件等相對缺失 這將造成信息康存受制於人、未來的工業互聯網 包括工業控制系統等也面臨新的挑戰 其中 操作系統成為下一步要突破的關鍵 據介紹 工信部將著力推動發展三類操作系統 一類是工業陷入式操作系統、工業操作系統、 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 以提高智能製造領域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能力 一類是智能汽車操作系統、車載應用軟件 以支持汽車產業轉型發展 另一類是工業機器人操作系統、以推動工業機器人 研發和應用推廣、 我國軟件企業研發投入令到和水平不斷增強 在許多關鍵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 調查顯示,2014年軟件企業研發投入 總和相當、反映出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尚未形成 我國骨幹軟件企業加快規模化發展任重導員 陳偉雪,成為創新創業焦點利用手機在線選擇、團購等方式 影員上座率可以大幅提高 通過交通雲平台 交管部門可以開展交通出行需求分析 提升指揮調度效率 整合醫療健康數據 療患可以實現精準匹配和掛號 軟件已不再是處於從屬地位的工具 生產領域出現的工業互聯網、工業四等 消費領域湧現的打車軟件、互聯網金融等 都是軟件技術與業務知識深度融合 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緊密結合 從而深刻變革傳統業務模式的結果 這也令軟件業成為大撲平、慢重創新的焦點 軟件員紛紛發布創業加行動計劃 通過創業培訓服務體系,並提供資金 推動軟件企業成果膚化 大型企業紛紛搭建開放平台 將用戶資源和技術資源開放級軟件業合作夥伴 降低創業者進入市場的門檻 推動軟件應用層出不同 軟件創業者們則紛紛瞄準雲計算、大數據、 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 新成果不斷湧現 陳偉表示,軟件業要把握向互聯網化發展的趨勢 堅持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並重 探索建立符合自身特點的技術、 業務和管理創新體系 同時,加強產業聯盟、開源社區等的建設 推進軟件企業、互聯網企業與工業企業深度合作 推動基於網絡的協同創新 海南生態軟件員 為軟件創學搭建聯巢免費註冊、免費辦公、免費居住 提供人均4,000元的培訓補貼 呼化半年後前10名獲得1,000萬元的創業紅包 海南生態軟件員制定的多項優惠條件 吸引著創客們分子答來 據海南生態軟件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楊順子介紹 目前原區重點發展互聯網產業 最招於遊戲、電子商務和IG培訓三個細分領域 軟件員要為創客們搭建聯巢,幫助他們迅速成長 當然,可以享受優惠政策的企業也要經過精挑細選 除了優惠政策和綠色生態環境 海南生態軟件員的政務服務效率還很高 去年底騰訊要來落戶 10.30分我們拿到的申報材料 11.58分我們就擺營業執照 組織機構代碼證等發給了他們 楊順致說 目前,原區不僅有騰訊、久期軟件等支名企業 還吸引了一批創新型互聯網企業 截至6月 海南生態軟件員實現產值80.8億元 同比增長超過40% 未來5年元區將引入1000家互聯網企業 計劃實現收入300億元 文本部記者黃陰 。 香港的低飛沿 海南生態軟件都 jew了 總共 жел生 瑞若是